好 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而一名骑士到路口准备左转 下一秒却和对象一辆执行的机车发生猛力的碰撞 两名骑士当场喷飞到空中随后重摔在地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今天上午新北市新店 警方调查89岁的黄姓骑士 他的驾照是被注销的 而当时疑似是出门买菜 不过在路口的时候却没有依照规定两段式左转 被撞上后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至于执行的杨姓骑士41岁 经过路口的时候是没有减速 全身有多处的擦措伤 还出现了炉内出血跟气凶的状况 也还在医院治疗当中 而警方是发现说双方都没有酒驾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要等待骑士的伤势比较稳定之后 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厘清 以上是就到星星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